再来关注地方新闻当全美多地面临疫情反扑之制 虽然加州是相对缓和 乐院近三个月里的疫情都有好转 但始终都没办法脱离最严重的指释第一级别 而在社区家长、企业商家、主题乐园的压力之下 乐院卫生局21号就允许进一步放宽对于学校和服务业的限制 加州州长柳森目前也颁布了主题乐园重启计划 不过要求依然都是很严格的 主题公园的重启目前还未定出疫情 按照加州州长柳森制定的重开地图 指释级别下 大部分商业和公共场所不可开放室内设施 即使允许开放也都要遵守严格的人数限制 学校不可恢复面秀课程 主题乐园也不可重开 但乐园政府21日颁布新规 允许家庭娱乐中心开放室内设施 并允许酒庄和酒厂取消预约制度 放宽酒庄饮食限制 同时允许25%的学生重返校园 但前提是这些学生有特殊的面秀教学需求 例如英语是第二外语 或者患有残疾 不可以适应远程教育等 乐园政府在制定学校重开步伐教为保守 之前规划只允许教师容纳10%的学生 现在这个标准放宽 与家长和教师的施压有关 洛杉矶时报报导 家长和教师普遍认为远程教育欠缺效率 学生在家中的表现变差 会导致他们丧失学习能力 教师也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备课 课堂效果欠介 更有调查显示 乐园76%的家长认为 如果孩子患有残疾 远程教育没有办法满足 这些特殊群体的教育需求 乐园学区承诺会向特殊群体提供更多的帮助 也会逐步放宽对面秀课程的限制 乐园也考虑重启个人服务业 但是不确定会不会在这波新规定中生效 同样因为经济损失 向政府施压的 还有迪士尼乐园 环球影城等大型主题乐园 扭心20日针对加州重开主题乐园颁布新规 终于明确乐园重开的标准 按规定 凡是客容量超过1.5万人就属于大型主题乐园 只要大型主题乐园所在的园进入第四级 也就是最低一级的黄色重启阶段 就可以重新迎客 但是只能容纳过往的25%客流量 而小型主题乐园所在园进入第三橙色级别即可重开 同样只可容纳25%的客流量或者最多500人 按照新规 荷里活环球影城和6期主题乐园所在的乐园 处于第一级色级别 迪士尼乐园所在的橙园处于第二级色级别 都未能如愿立即重开 预计至少要等到明年夏天才可以有望重开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